啦啦啦啦啦 和我一起啪啪啪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西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真人灵异事件是 优惑的兜风之旅 话说在一个夏天的深夜 南出小白和小王还有黄猫三人 显得蛋疼打半夜去寻鬼玩 来到一个地方这里的电话亭一闪一闪的 还真的有种恐怖片里鬼出没的感觉 可怕是可怕 但是并没有鬼 几个人面面相识也笑了起来 感觉又被骗了 这时黄猫拿出了灵异杂志书道 这上面写的就是这里 此时小白和小王想回去 但是黄猫又说 要不咱们再去那里看看吧 小王说反正也没事 咱就去看看吧 一挂档一脚油门说走就走 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这次真的遇到恐怖的事情 在路上小王问小白 你咋不把小琪也带来呢 带他来肯定会更好玩的 小白说他不想来我也没办法 小琪是小白的朋友 小琪是一个通灵者 在出发前给了小白一个手链避邪用的 但是小白不相信这东西 于是把手链拿了下来放进了裤兜里 这时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黄衣女子 小白突然喊到危险 小王一脚刹车车子停了下来 还好没有撞上他 三人也是松了一口气 而这个妹子像没事人似的 在前面慢慢悠悠踏着猫步 三人一看这妹子 怎么大半夜的自己压马路呢 三人合计了半天也没能明白 虽然感觉这个人有点乖乖的 但他们也没有多想 于是开车从这个妹子身边经过 和妹子插肩而过的时候 小白有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有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突然小王把车停了下来 这时的小王表情十分怪异 黄毛也附和他说道 要不要我们送你一程 小白心想今天这俩都发春了 平常他俩都不是那种随便搭讪的人 随后就问小王你今天怎么了 小王表情怪异 不能丢下妹子一个人不管吧 小白觉得这个妹子不是一般人 总感觉很怪异 直觉告诉自己最好别带上他 此时黄毛已经打开了车门 邀请妹子上车 小白想阻止但被小鹏揽线了 小白也没有很好的理由 毕竟那都是自己的直觉 于是他们带着妹子走了 而小王和黄毛两人和妹子聊起了天 但是妹子一直不说话 此时小白从后视镜向后座看去 只见一张惨白的脸刺着牙对着小白笑呢 小白吓得再也不敢看了 而那俩朋友却和妹子聊起了天 小白懵了 那个妹子从上车一句话没说 你们是怎么交流的 小白就问小王你们在说什么 小王并没有搭理小白 依旧和妹子开心的聊着天 小白彻底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明明那个妹子没有说话 你们是怎么聊天的 小白越想越诡异 突然嘶拉一声 小白摸向自己的裤头 一看小琪送给她的那串珠子已经散架了 这是要出事的节奏 此时小白想要找小琪帮忙 可拿出手机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小白也彻底绝望了 就这样他们开出去了很久 两人也和妹子聊了一路 就在此时小白发现前面有个饮料贩卖机 于是小白集中生智 叫小王停车 小王就问怎么了 小白就说自己有点口渴了 想买瓶水 小白下车就来到贩卖机后面 拿出电话终于有信号了 于是就给小琪打了过去 还没说话小琪就知道出事了 然后小白用简洁的话 把他们撞鬼的事告诉小琪 叫小琪赶紧过来救援 小琪说去是去不了了 但是可以教你个方法 没办法小白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就在小白回到车前的时候 小白鼓足了勇气打开了后车门 对着妹子说道 实在抱歉能请你下车吗 小王一听不乐意了 就问你在说什么 小白也没管小王又继续说道 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请你回到你该回的地方去 黄猫停后下车就把小白按在车上 还逼着小白向妹子道歉 小王突然恢复了神志 冲出来抱住了黄猫让她撒手 此时黄猫也恢复了神志 三人一同开下了一个方向 直接妹子已经从车上走了出来 她一步步朝来的方向走去 慢慢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内 此时旁边放慢机的灯开始闪了起来 吓得三人赶紧回到车上 开车就要逃离这里 可车子就是发动不起来 就在这时窗外那恐怖的女鬼又出现了 直接把三人吓晕了过去 当三人醒来的时候 也并没有看到那个女鬼 如果那时她们要带着妹子一直走下去 她们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 那她又会把她们带去哪里 那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死路一条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转发一下哦 我是小七 我们下期见